李佳鎮說他是不是有人研究過一張手 算是果樹的部分 一天呢 需要多少水量照顧 這有 絕對有人去研究 他們還設計一個非常精密的實驗 就是說他把他整理一個很大很大的盆子 他這就是一間房子 大概就是一個像房間那麼大的地方 他在這個地盆管上 他的精密的一個層 現在他去把垃圾 看他一天裡面什麼樣的天氣 什麼樣的增散量 因為他是固定的 就像標明你的頭 他在減輕的一個重量 那麼他進去這個計算的一個量 但是因為這種是一個封閉系統 做研究不可以 表示他們很少錢 所以設計的那個企業很少錢 所以做出來有什麼意義 有啦 就是說你會知道說 哇 挺好看的 但是你實際上要怎麼去應用 因為我們 我們正高齊的時候 他的這個 啊 他的這個這個 所需要 就是說 所需要的這個 這個水分還是怎樣 那麼他通常很難 很難去認定 去認定 他的這個 這個 因為這個系統 很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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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麼 很難 你說 他說 他這種有什麼 這個意義 那麼 去計算 啊 但是在番茄 裡面 橄欖米 因為你在這個 文池裡面 是一個封閉的 這個系統 啊 他在這個 封閉的這個系統 裡面呢 就是說這個東西都是封閉 所有的這個水分 都是你給他 所以他到底是多少 水口口 所以這在這個 整個的這個部分 那麼他就很重要 所以 有去研究 這個 這個番茄 這個一天 如果說 在什麼樣的 先設定 什麼樣的這個溫度 他的這個 空氣濕度是多大 那麼他的這個 這個 啊 番茄的這個這個 基本 基本的這個 這個 澆水量 是要多少 那麼這個是可以去計算的 他們有去 啊 去算出來 比如說 在這個 橄欖米 在設施裡面呢 啊 大概是多少這個水量 有去計算的啊 這他們可以去 啊 精準到每一顆的這個用量 啊 啊 這個 所以 比較不一樣 但是呢 去推算啊 去推算啊 就是說 啊 這個生長 一顆啊 生長一顆的一個這個乾物質啊 比如說啊 這棟位 一公斤啊 這個 整體上啊 這個中量是一公斤 啊 我們現在通常是要去出估 它的這個寒水率啊 比如說 啊 寒水率是用85%去去估算啊 去高算 有的說 你剛才 百分之八十五人 就是有的 大概就是在這個範圍啊 大概就是在這個範圍啊 所以用85%的含水量 就是說一張柱子 如果一百公斤 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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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收集出來 要怎麼去驗證啊 這種就是說 聽聽就好 看看就可以啊 這很難 重要是說 你把他這個 驗證這款的 這個水量 有什麼樣的這個意義啊 啊 他們一般他們通常 去計算這個 需水量的時候 他們是在算你的滴灌 這個 驗證他的滴灌 這個理論 就是說我這個滴灌是對的 但是他這是 一個 封閉系統跟開放系統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一年裡面你到底這種 自然的增產量是多少 這本身就是一個 很大的這種偽命題 你根本沒辦法去高算 你要怎麼去高算 一年裡面你的增產量是多大 啊所以他們在這個 啊 這個進場 或者在這個荷蘭瓦赫尼根大學 有一個 去參加一個訓練課程 在訓練課程裡面 他們有在說 說 因為他都是封閉的系統啊 所謂封閉系統 就是說他在玻璃溫室裡面 那在玻璃溫室裡面 他其實是可以去估算 他的增產量 就是說 純粹沒有種東西的時候 我一噴 啊 一個這個袋子 我一樣 淹水把它放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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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每一次 你都是要去計算 去計算 這個 比如說我今天 每天都要固定時間去趁重 去趁重 趁重 你現在淹水之後 加多少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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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多少水 你要加水針 存多少水 用很多袋子 你在加水的時候 你還要分 一次加得到 還是分像滴灌的設備 所以 他們有去解釋這種 這個 這個講起來有一點複雜 在我研究所的時候 溫老師 我感覺有時候 這個也很佩服他 就是說 很可惜 他那個實驗沒有被 沒有他的那個 然後就被否決掉 結果呢 我和你跟大學 就做了這個實驗 出了一本大書 喂 有有有聽到 喂喂 有老師有聽到了 有好 所以 你看看 一樣的實驗 跟我們老師設計一模一 這個他們就是 怎麼一樣是一種想法 然後他們就去做 然後他們就做出來一個 這個 這個 基本的溫室裡面 一個 符合荷蘭的 門諾市溫室 在他們的緯度回度的時候 他們的基本增散量 一天是多少 所以他們覺得 可以非常精準的去控制 那麼荷蘭 荷蘭人把這個東西做出來之後 這個 他們就開始按照這種 開始去供應一個 一個適當的水分和肥分 那麼在這個 藉質栽培裡面 就有大量的這個突破 因為有這種基礎試劇的時候 我們對那個水分的掌握 非常精準 那麼韓國人呢 就把這一套學過來 所以現在呢 我們在台灣 從這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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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到韓國的採礁 其實 韓國以前 我們是不把他看在眼裡 但是這幾年了 人家早就不把我們看在眼裡 人家說亞洲四小龍的時候 他會跟你問一個 蛤 以前我們是亞洲四小龍 然後韓國人就跟你蛤 他根本已經不是亞洲四小龍 人家是已經已開發國家 好嗎 不是說長他人 志氣媚自己 威風 就是說有很多這種基礎的事據 有的說 那我們去學荷蘭 你去學荷蘭 你不是早死嗎 人家荷蘭是 韓國的緯度是和荷蘭一樣 對吧 他們去學荷蘭 那是學對的 我們去學荷蘭 我們去學什麼 我們只能學人家的精髓 人家把這個東西 老老實實的再做一遍 因為我們的運動 我們的光照 我們的這個 我們市的管理各方面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去年 然後我們老師退休 我在跟我說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老師這個人 以佛心來得 他就笑一笑 他說 反正就這樣子吧 那時候我也沒有很堅持 也是我不對 他竟然還怪起他自己 這個是整個國家不認同 他的基礎研究 他還認為收視他沒有極其去爭取 有時候你看也是很可惜 這個東西如果做出來的時候 這個東西如果一做出來 就是在我們的溫室裡面 就一個基本增散量 當然我們沒有做這個栽培 你說沒有做這個栽培栽培 栽培栽培不一樣的栽培 基本的增散量都不一樣 那比較複雜 那就很快去做一個管理 所以為什麼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沒辦法做到 找非常精準的農業管理 其實也是在這裡 所以剛才我 我用我的話去否決掉我自己話 說你做這個沒什麼意義 對不對 我是不是跟你說做這個沒什麼意義 然後我又說要精準農業 我又用我的話去否定掉我自己話 這個原因是要跟你說 做這個東西就是要去取捨 比如說以這個歌手來說 在我們台灣 你種在外面 它是一個開放的系統 那麼這些數據可能沒有那麼重要 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的水很量充 那不是說 有人說不會也是會缺水 但基本上我們水比較量充 所以這種 對於怎麼樣去供應精準的 一個很準的這個 這個水球量 這個水量到底是多少 你其實是沒有這樣的一個數據 那麼就算有那些數據 對我們來說 僅說參考 那麼因為一般來說不一樣的作物 不一樣的科別 這個果樹一定有一個 這個不一樣的一種量 所以 這種可以給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到 有時候這個確實 就是說 不太容易 你可以去設計看看 不然你如果是設計一個這種出來之後 那麼針對 譬如說 你關心的是什麼 譬如說我們關心的是柑橘 我就專門針對柑橘 然後去 種 然後去觀察 然後去設計一個實驗 那麼 或許 或許 會得到很好的 這個 我們請說 這個 焦水 這個 反正學原意的 焦水是 要學三兩 出的都是其次 這個水分 比較是這個 最重要的這個問題 不一樣的作物 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它的水分都是有不一樣的這個 變化 但是沒有水又不行 水多了 當然也不行 但我覺得土壤 會讓你 土壤如果是好 這個水 座座 它都有一個緩衝 可以讓我們這個作物 比較不容易出問題 所以這個 或許是這樣的一個 這個情形 這個 那麼以後有機會再探討 這個東西 確實是 比較少 我大概也沒有看過這方面的這個資料 我們聽到 如果是我們 看過這方面的這個資料 也可以提供 讓我們做參加 好 那 會 呢 你 這 就會 是 又 你 去 或者